我赵少康要组织一个网红国家队 说在中国大陆的杭州、温州跟厦南 还有其他各地要办这个台湾青年的千人网路达人的培训 还有这个网红的比赛等等 那我们的陆委会跟国安 特别是我们的国安会就分析 这是大陆对台湾要做统战 统战台湾的青年 同时呢要把这些青年将来送回台湾 对台湾内部做统战 那我看大陆国台湾纯粹就骂 不是这样子 就是纯粹是为了训练台湾的青年 能够在网路上能够去持销 大陆用网路的已经有6亿多人 接触这个持销的有3亿多人的线上购物等等 他在吵架 我就不解 然后民进党都很紧张 国安会呢 这个陆委会就说呢 大陆现在是用他的瑞实力 那个瑞 金瑞的瑞 瑞实力 然后进军 自由世界 然后呢 要让大家呢 受到他们的认知 认知的训练 很可怕 他听起来 好像马上就 就 王大军就要铺天盖地 侵略台湾 那我就很好奇 民进党不是一字网零网均吗 那很厉害啊 铺天盖地啊 随时出草 随时这个出洞 这个抹红抹黑 连这次那个藻礁公投 这些一四五年都到处去 工程掠题 民进党是什么好怕的呢 这是民进党的强项 杀国民党的时候 在台湾杀这个藻礁公投的这个 环保团队的时候 哇神有福利 怎么碰到老共就很害怕 哇这个瑞实力要来了 认知什么训练要来了 怕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就应该 你也举办网红大赛嘛 你也举办网路达人的比赛训练嘛 为什么不做呢 每天都做什么 该做的事不做 偷偷私下培训 然后支持特定的YouTuber 支持特定的网红 搞大内卷 真没出席 我赵少庄要组织一个 网红国家队 先经过海选 透过海选 然后我们要培训 然后呢第一批先培训100名 最精锐的网红 这是实体教学的 然后线上教学 培养1000名 1000名的这个网路达人跟网红 我们会找到国内最好的老师 然后来训练这个勇志的经验 然后呢到时候我们再从你们挑出最优秀的 组织一个团队到大陆去比赛 你们培养出来要网红大赛的时候 我们就跟你比拼拼看 我就不相信说我们台湾培养出来的网红 会比大陆的网红差 我们现在用网路缓攻 而且我相信台湾的网红达人 绝对不会差的 我想这也是关心青年 这也是我提出的第一个青年政策 这样打高风没有用的 你真的让青年感受到 你的确关心他们 而且是有用的 真的能分享他们 比如说 我们现在构想的课程 我早上已经专家讨论过了 比如说 怎么样做一个好的YouTuber 现在呢Podcast 怎么好好的 能够做一个好的Podcast 怎么能够把口语变成精简的文字 又怎么能够把文字变成精简的口语 那怎么样在短时间里面 能够行销 能够打动受众 那这些都是将来要培训的 那很多实作的课程等等等等 所以再讲一次 就是说 细节马上伸出来 这完全是义务 不收钱 不收学费 我们就是替台湾培养 100名 最猛的网红 然后呢1000名 献上了 培育的网红 那我相信这个网红大军 就是国家队 蔡允田田国家队 香蕉国家队 鳳梨国家队 农产品国家队 口罩国家队 一大堆国家队 我们现在培养是最精锐 最有实力 最厉害的 甚至让大陆网红 文字上膽的 台湾国家队 我相信一定会非常有所